川普即将就任 贸易保护大战一触即发 美中关系也越嫌紧张 夹在中间的红海郭董 好难做人哦 去年12月 日本软银社长孙正义 赴美与川普会面 承诺将投资美国5000亿美元 创造5万个就业机会 不巧被媒体拍到 孙正义手上拿的简报资料 也列出富士康将投资70亿美元 这文件曝光后不得了咯 引发中 日台轩然大波 我最近一个多月 跑到很多地方 到日本会跑到三个地方 所以我一直在拼经济 郭董果然爱拼经济 日媒周市爆料说 当初是郭董得知孙正义 要去见川普 马上商请孙正义 戴维向川普表达 红海也计划在美投资 是郭董主动的 不是被迫的哦 大家应该保 多点经济少点政治 啊啊 郭董头向川普 这可不是经济问题 习大大超不爽 郭董联盟保证会继续留在中国 甚至连川普就职邀请都婉拒了 郭董请你好好学应付两大强权 因为2020台湾靠你了 郭董新闻综合报导